QQ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做哪裡 球場地排 耶 好的 我們的接下來要帶大家看 開季祭牽預測 請到的是 楊正磊 耶 好開心喔 從去年的預測完之後 等到現在 對 道歉籃球 對 道歉籃球 沒有 有準的 有準的 領航員就會打進季後賽 再表演一次 我覺得領航員會打進季後賽 去年就是這樣說 今年我也會這樣說 只是球隊換了 好 那我們今年呢 大概為什麼只有三個來賓 因為我們還請到了 另外一位來賓 這位來賓在上次來的時候 表現得還蠻不錯的 來了 解答之書又回來了 再次回到我們的視線當中 上次是林書豪 林書豪 對 大貨好評 他預測的還蠻準的 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 我純粹Henry是忠實讀者 出版社可以來合作一下 但這本書效果還真好 我們這一集再試試看 我們再試試看 第四位來賓 因為當時預設林書豪蠻準的 當時他是第五位來賓 他現在網上升一級 第四位來賓 看會不會成為常駐來賓 就看今天 看會不會他能夠成為主持人 對 好 那我們呢 在接下來我們會有六隊 但是我們的玩法跟去年不太一樣 我們去年是一隊一隊 來分析他的戰力幹嘛 我們今年呢 因為請來解答支出 解答支出的使用方法 是不能回答 不能開放進來 不可預測的 對 沒錯 一定要給他一個 Yes or No 是非題 對對對 是非題的答案 好 所以我們就六隊 我們今天就從 台北富邦勇士 因為畢竟呢 是要尋求四連霸球隊 我們就直接問解答支出 這個問題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問解答支出 台北富邦勇士 能不能達成四連霸 來 蕾哥請翻 來 請先翻 登 等一下 仔細的聽 你就會知道 仔細 哦 我知道 因為他是第一個翻的 所以要聽我們三個講完 哇 你這個解讀真好 畢竟我買了他一陣子 你是邢天公解籤詩的是不是 不是 因為這本書 他想把你這麼了解 擺在我家一陣子 對 台北富邦勇士 會不會完成四連霸 誰想先回答 美哥先來 我先 我先啦 我認為 不會 你認為不會 不會 因為今年我覺得 對於勇士隊 難度可能比去年 要來得更高了 你這支球隊的陣容 沒有太大的變化 他們在第六戰 瘋亡之後 那個 流下眼淚的那種感動 他們知道是辛苦的 所以今年 當然他們很想要完成四連霸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從 Plus League 開始以來就是王者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被挑戰 但今年我覺得是難度最大 最困難的一年 因為老的 所謂加油一老落一寶的 這些球員們 都在長了一歲 打的時間要更少 陣容又沒有太多的變化 然後對方又熟悉 特別是在今年 洋將他們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啦 大家在熟悉度上面 又提高了 加上其他球隊有新的元素加入 還有他們 又要分擔東超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各個項目比較起來 他們會很辛苦 不是不可能 只是如果你要我像 其他支出 一定要來一個是或是不的話 我會站在比較不會四連霸的那個 OK 好 Henry 來解籤的 我覺得 勇士還是會完成四連霸 原因是因為 林索豪加入新北國王 給了勇士隊一個全新的動力 剛剛磊哥講三連霸之後 大家覺得好像任務已經達成了 在這一季要開季之前 因為林索豪加入了國王隊 那國王隊也是把勇士隊 當成一個假想敵的時候 這時候勇士隊出現了新的動力 反而成為他的燃料 對反而成為他的燃料 所以有機會達成四連霸 是因為有全新的動力出現 哦 如果以戰力來講的話呢 你們覺得 去年勇士隊展現出來的戰力 其實他就很完整 上一季的冠軍賽的時候 覺得許教練好像還有招沒有用完 嗯 所以這一季的時候我覺得 有了新的動力加上之後 勇士隊還是會完成四連霸 好 我的答案 我要模仿楊正磊的儀器 我覺得勇士隊會完成四連霸 哈哈哈哈 我上賽季用過 你上賽季要用就對了 對對對 合以見得 合以見得 很簡單 其實你們剛剛 其實Henry剛剛講到一個部分 我要把它往下補充 我會覺得勇士隊可以拿到四連霸 其實不是因為球員不是戰力關係 因為我是許總的粉絲 來帶領過台灣擊敗過中國隊兩次 他在浦原四連霸 然後在SBO又拿過一次冠軍 主要是又拿三連霸 所以在國內聯賽 他已經拿過八個總冠軍了 所以是教練的原因 對教練的原因 我覺得其實從去年的總冠軍戰 我們會發現在調度上面 許總不論是面對楊教練 Caminos或是面對Ryan Marchion 其實游人有餘 我不擔心林舒豪的實力 我也不擔心國王隊找洋將 還有包含可能回歸球員 整合的能力 我不擔心 但是在林鎮的調度上面 我自己認為 除非Ryan Marchion在這一期 他可以快速提升 他在臨場反應的能力 跟他可以看見自己球隊的優勢 跟對方的盲點 否則我覺得這種短期決賽 不只是徐靖的總教練 他所建立的團隊 包含像友仁啊 魏維啦 這個韋浩 他們整個團隊 我覺得他們運作在一起 他們非常有經驗 知道什麼時候我應該出什麼招 他們可以用容錯率最低的方式 去做一些 呃最可能的嘗試 你會發現就像我們講 去年徐總他一直不斷的出招出招 因為他知道說手上我有哪些盤 我覺得當一個總教練 一定要知道說 手上我有哪些東西 我可以打得出去 我可以容錯到什麼地步 我覺得這個部分 徐總目前在國內難談 只有一個男人 我覺得有機會 在這個方面可以挑戰徐總 誰 扣曲秋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成績當中 我看起來我覺得 我是對徐總投信任票 所以我覺得富邦勇士 有機會拿下四連吧 但你們可以挑戰我 球迷也可以挑戰 我是back up 一下 你說的完全沒錯 就是他就是台灣的 Greg Popovich那種等級的教練 對 所以他不管是職業賽 國際賽 調度什麼 都是一等一 那當然短期的比賽 特別是打到系列戰 那種七戰四勝的 總教練非常非常重要 很重要的 尤其你播那麼多NBA 我自己認為亞洲的籃球 總教練在短期決戰 其實比NBA更重要 因為NBA其實是吃球型 對 我老實講 如果今天譬如說NBA 組一隊明星隊 Superstar 夢幻隊來台灣打 或來亞洲打巡迴 你楊正琳當總教練 一樣是拿冠軍 沒問題吧 對不對 應該也不至於啦 應該也不至於 我沒那麼厲害 哪裡報名這個缺 但是你剛講到這一點 這就是我要挑戰你的地方 我也是徐總的粉 可是你剛說NBA吃球星對不對 我認為林書豪就是這個關鍵人物 你說Ryan Marchand 當然是國防隊的總教練 但我認為他們還有 第二個場上的總教練 那個人是林書豪 橫真書豪 對 你記不記得上一次 這個我們這個來賓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林書豪那一集嗎 那我一直在大戰 就是林書豪他自己的一些能力 還有包括他的想法 怎麼樣去左右影響台灣的籃坦 今年賽季我認為他會影響到整個 Plus League的戰局 富邦有隻最大的挑戰者 問題會是誰 就是新北國王 而且關鍵人物就是林書豪 好 大家想聽我們分析國王對不對 我們偏步 我們在第二集 下一集的時候 就會有國王對 對 我們分開討論 分開討論 我們就是論事 對 而且重點是 因為在上一季 季前預測的時候 有一個很關鍵的話題 大家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對 勇士能拿幾勝 每一支球隊能拿幾勝 那我先來 你一定有想法了 勇士隊拿25勝 這麼多 他上個賽季就是25勝 25勝 他上個賽季就是25勝 上個賽季我記得很清楚的預測說 勇士就是6成勝率 64就是24 差不多 24勝 25勝 算是準 25勝 勇士25勝 那我就24勝 差不多6成 我22勝 喔 更少一點 這麼少 嗯 我甚至認為勇士在今年的例行賽當中 我覺得不會排到前兩名 我覺得勇士例行賽 也不會排到第三 就是有一個預感 就是解答之數 或是宇宙當中 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聲音 聲音告訴我 就勇士這次呢 會複製在第二季的奪冠模式 就是在這排名上面呢 是可能是第三名 進去季後賽 朝向馬仕隊這樣 養身籃球 但是衝擊季後賽這樣 會更養身 因為 更養身 像又更老了一歲 對 沒錯 更養身 那我自己認為呢 勇士隊有一個球員 我覺得他今年呢 我對他非常期待 而且我覺得他今年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有可能會複製去年減停照的模式 陳范博彥 喔 他在日本的幾個比賽 就是勇士有去交流的時候 他的表現獲得教練團很高的評價 而且說是 可以守到對方小洋將的等級 沒錯 就是攻守的這個能量上面 所以我覺得今年陳范博彥 他去年其實準備的差不多了 我覺得今年他會有蠻多的機會跟時間 我覺得今年賽季 我在勇士部分反而比較期待那個 Mike Singletary 就是他在去年的肌肉賽有點像是被棄用了 就是他上來的時候沒有辦法發揮 那我覺得他今年勢必會有這樣子想要 來雪恥 然後東山再起的感覺 你看他在熱身賽的時候他打得非常的用 認真 東超也是啊 西超也是啊 沒錯沒錯 對 好 那這個是台北富邦勇士的部分 好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來談談的是 福爾摩莎夢想家 先把解答之書給蓋起來 這一次換我們先講了嗎 因為你是夢想家之友嘛 夢想家之友 夢想家之友 我們就先講他勝常術 要反過來是不是 先喊勝勝 我們要先講完最後再分解答之書 對 這次讓他 這次讓你先聽完一下 對 讓解答之書先聽一遍 不要再投進取巧了 不要再用一樣的招了 去年我喊夢想家30勝 今年呢 其實方向差不多 稍微下修 今年夢想家的勝場 預測 我就喊28 28 七成勝率 今年我就把夢想家喊到28勝 哇 主要是 因為夢想家之友 哈哈哈 也是一個原因 因為還是要對中張投地區的球員 有一個膠帶 有一個膠帶 對 畢竟這樣要出來選的人啊 哈哈 有機會中張投支持一下 忘你虔誠 哈哈哈 因為主要是 今年夢想家 在羊將的準備上面 感覺上已經滿整齊的 就是在祭前的時候 就已經滿到位 那上一季是 祭前的時候 這樣子的羊將陣容 在可能 熱身賽的時候 四節八點次大家都可以上去 羊將組合有很多種變化 但是到了真的例行賽的時候 他們羊將每次在選擇 感覺起來都沒有這麼 符合夢想家的使用 所以 也可以看到上一季 整季 羊將的組合有點來來去去 好像也沒有那麼穩定的感覺 準備好羊將 加上 外籍教練 這個新的教練 其實在隊內的評價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都是用 穩定 來形容這個教練 所以 夢想家本來就已經有一個 很好的球隊文化 再加上穩定這件事情的話 那夢想家會形成一個 很可怕的團隊戰力 好 我的想法跟你接近 因為每次都是我收位 所以震雷這次讓我先 好啊 你收尾 我收尾 我預測 其實我其實不太確定 夢想家會拿幾勝 我就猜個26好了 但是呢 我就大膽預言 夢想家賽季結束 會以前二的姿態 打進季後賽 不是第一分 不是今年第七賽第一 就是第二 哦呦 原因呢 其實當然是這個總教練 皮爾曼他帶來的改變 我覺得是很有感的 因為 我記得在去年熱身賽的時候 雖然夢想家打得好 可是他們有一個問題是 他球員感覺上是都被設定住 撐得很緊 某些人只能做某些事情 然後也不太能夠快速的出手 一定要把戰術跑到一個定位 真的不行的再出手 所以 這個狀況在今年的熱身賽 包含夢想連動 包含在這個季龍的比賽 觀辦人的神賽 看得非常清楚 打得非常開放 然後大家可以去做 這個很多比較開創性的事情 球隊公司融洽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教練 我覺得是蠻適合夢想家 再來是我覺得 今年各隊兩將 你要我評比的話 我覺得夢想家找對吧 而且是照著他們 隊型需要去找的 對 剛好就譬如說是 比如八桶跟六桶中心 就來一個七桶 一萬二萬就來三萬 中洞 對就是那種感覺 他們缺什麼就補什麼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明顯 大B當然不用講 一定要有一個互況性的 活動能力很好 而且他跟球隊配合這麼久 他的進攻在今年看起來 應該也還是會持續在進步當中 他成長曲線其實是很明顯 還沒有停滯 這是大B 再來麥卡洛來說 我覺得麥卡洛 是台灣這個 我們這個聯賽的性質 最適合的洋將 這種Twinner 不三不四 可以打三號可以打四號 有外線投射能力 然後活動力又好 活動力好 然後重點是 他可以在場上 cover很多位置 也有自主進攻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他是麥卡洛 在進攻的時候需要的解答 最後一個我要講 是布依德 其實麥卡洛今年兩將沒有新意 其實都是過去用過的 但是就是老面孔 好用繼續用 布依德他可以提供 麥卡洛最缺乏的一個東西是什麼 麥卡洛全部卡騎 倒船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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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半天 他解頭不行的時候 怎麼辦 我們看到去年狀況 有一陣子是給大B在籃底下 去買飯鬼 當你這進攻的主軸 要叫大B去決定勝負的時候 你死定了 完了 但今年有布依德 布依德反正他就是往裡扛 我真的不行 坦克切弄個三五分鐘 對 度過這段時期就好了 對 那天期間請你不用Fill Go 我站著拔拔線 買到兩個三個拔球 把那個比數慢慢慢慢有在增加 度過那個難關 那個球隊整個就順了 所以我覺得今年夢想家 看起來跟去年不一樣 其實去年我們覺得夢想家 防守很棒 嗯 今年夢想家我覺得在進攻上面呢 現在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他們的 我永遠相信一件事情 在職業運動當中 長期賽事當中 只有氣氛好的球隊 才能走到最後 我還沒有看過 你應該也沒看過 NBA當中氣氛不好的球隊 能夠只有拿冠軍 沒有 所以夢想家這個球隊的氣氛 包含從凱總啊 整個地中哥啊 管理階層啊 壘哥試念 這一脈相承下來 大家氣氛很好 這樣的球隊呢 就五個字 絕對不會弱 我講到楊教的部分 我想back up一個就是 我認為啦 就是除了布依德打爛仗之外 他們還需要一個 有點像是在休息室 或者是說板凳區 有點像激勵 球員的那種隊友 那那個 隊友 隊友 你說那個是 他們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台中也可以做 系列也可以做啊 壘哥也可以做 但是我是說球員 球員 那那個人我反而也會想到的是 第一個是布依德 他可以打爛仗 他可以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之下 跳出來 再來就是那個新洋 叫 Benzo Nishvili 他每次進球就很開心 對不對 是帶動氣氛的一名球員 所以這四個楊教 你剛分析的那三個 我覺得新找的這個 也算是蠻到位的 他跟卡拉曼 其實感覺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對有點像 節奏也怪怪的 對 然後也是很有喜感 所以我認為很適合夢想家 所以你說真的 六支球隊 目前現在楊教看起來 最齊全找得最好的 的確就是夢想家 而且 你剛講一個重點 我們在轉夢想聯動的時候 我是不是常一直在講 Early offense 他們一直在打這種 8秒鐘就處理掉 10秒鐘就處理掉的比賽 所以我認為 今年賽季 大膽預測 他的勝場數 會到28場 up 而且 哪有人路啊 而且你跟市場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我想到的是什麼 這種快速打法的窮風 很常靠著攻擊 贏得比賽 只要他們的攻擊 不要失場 所以會拿下 他在例行賽大量的勝利 可是紀錄賽 就不一樣了 紀錄賽打短期的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但是我認為 他們在例行賽 會非常有機會 我們三個 只上個效果 26勝 28勝 28勝 我還28up 7嗎 28加 28加 28 plus 對 勝率 7成以上 26 26是6成5 對 6成5以上 對 不然加壓力很大 去年喊一個30勝 去年喊一個30勝 去年喊一個30勝之後 因為輸沒幾場之後 開總打電話來說 欸你這樣走 我現在還 壓力很大 27勝我要全贏 沒事 好 那大家其實 網路上最常討論的話題 我們自己也想知道 我們來問解答之初 這個問題就是 熱身賽總冠軍 打得最好的夢想家 到底會不會在今年 碰到跟去年一樣的狀況 熱身一條龍 記錄賽一條鐘 這次會不會大落差呢 來我們請夢想家之友 翻開解答之書 告訴我們答案 來 解答之書說的是 毫無疑問 毫無疑問 死定了 死定了 毫無疑問像我們分析的 還是毫無疑問 這個問題是 會不會又是 熱身賽很猛 對對對 然後例行賽開始 一般般 解答之書齁 這個計算上 他這一招很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要不然就是成功名從 要不然就是這本書被燒掉 對 我跟你講這本解答之書 現在不是滅你就是滅我 哈哈 你自己選一條路 明年的計前預測 還會不會有他 Henry跟解答之書 只會有一個留下 對 對對對 對 我翻了這一頁 終章頭就不能去了 好了嗎 沒事沒事 有問題可以推給書 他 他叫我翻 我也不想翻這一頁 對 解答之書真的很懸 很懸 很懸 好那我們在第三支球隊呢 要來聊聊的是 新竹工程師 嗯 目前的贊助商呢 還在洽談當中 沒錯 但是呢工程師上個賽季 是這個比較可惜 墊底啦 敬培莫作 特別是對領航員 八戰全敗 對 今年那個管理層人士 就已經翻新一番嘛 沒錯 樹仁哥進駐之後 感覺上在熱身賽 有感 比較穩定 球隊陣容有感 球隊洋將找的也蠻不錯 很簡單嘛 就是今年會不會 擺脫墊底 擺脫墊底 好那我們就先問解答之書 好 因為這是一個蠻絕對的問題 會或不會嗎 擺脫第五名也擺脫啊 對對對 毫無疑問 擺脫 看一下 剛才呢我們連續翻兩次 解答之書都是翻在中間的部分 我這一次呢 我從前面開始翻 喔 擺脫墊底 我們不翻底 我們翻前面 解答之書 工程師會不會擺脫墊底 他的答案是 為別人開心 為別人開心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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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怪喔 那就是別人開心他們墊底 對 哇 哇 解答之書給我們的答案是 他覺得有可能 那你們覺得呢 好我先來好了 我覺得工程師今年 呃 的確啦 可能就是倒數兩名 對 就是 勝場數應該抓個在 十 七到十八 十七到十八 對 可能更少啦 我為什麼會認為他們的勝場數比較低 是因為去年賽季他們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單一球隊打不贏 你在這個 對戰上面 你無忌可施 那一旦出現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教練團 或者是球員 他們對這支球隊 信心會喪失 而且今年賽季 呃我覺得啊 在前幾個賽季 你還不會看出來說 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或許會有太大的差距 但我認為在今年賽季 有可能會出現 第一名跟第六名的勝場差 差到十五甚至到二十場的比賽 我覺得今年這是 Plus League第四季會出現的狀況 那當然工程師不一定是那支球隊 只是我覺得如果你又會碰到 單一球隊打不贏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會放大在今年賽季 所以你的差就會被拉開 欸我複意耶 這個我自己認為 工程師在今年 當然洋將其實在季前看起來 補得還不錯 因為三個都是新的 都沒有配合過 我覺得這個變數比較大 不然我們剛剛講他洋將找好 是因為那些都配合過 熟悉啊 都已經知道會怎麼樣了 至少那個保底地板 都已經在那個地方了 那我覺得這是工程師的變數 像你剛剛講 他們是靠洋將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特別是上次賽季 他是全聯盟失分最多的球隊 失分長軍一百分以上 在季前的熱身賽也看到了 他們其實都是可以大幅領先之後 然後大幅再吐回去 然後分數很快就還回去 那我覺得這個會是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如果當你的進攻不穩定的時候 你今天手感好的時候 你不能夠把這個比分快速的 close下來 還被對方追上的時候 那萬一當你手感冰人的時候 那你不死定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擔心工程師的地方 所以我估計啦 15勝 其實我跟你們兩個的勝場數差不多 也就是大概16到18 但我是覺得是18勝 有一個原因是洋將的組合跟球隊的核心 跟他的方向慢慢的比較明朗化 所以我覺得這一季更像是工程師的重建期 所以重建期開始 你當然你球隊就有很多種組合要去嘗試 我同意你講法 我覺得工程師會越來越好 可是我覺得今年就是他們從重建開始的第一步 我覺得其實樹人來之後 一些找洋將啊 牽球員啊 一些配置 我覺得其實看起來都很合理 射往一個好的方向 好 那我們在第一集的回顧呢 上半段 我們先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幫大家已經稍微討論了一下 預測了一下 預測了一下 這簡單的問題啦 我們也不做整個球隊的這個整體的分析 那我們第一集呢 這邊先稍微休息一會 我們在下一集呢 要幫他聊一聊 大家最關注的豪哥 舒豪來之後的國王隊 那另外還有大家話題很滿的 酷曲秋 鋼鐵人 鋼鐵人 另外還有跟鋼鐵人做交易 鋼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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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王柏林 我是Henry 我是翔正磊 拜拜